大家好,我是顾君,那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拿的这支森海塞尔的无线麦克风叫XSWD 那先说一下,这支无线麦克风呢,是森海塞尔差不多在两个月以前吧,寄给我的 然后在过去两个月里面呢,我差不多录制了十几个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视频 同时呢,拍摄了几场婚礼,以及拍摄了一些需要用到收音的活动 好吧,那这个视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麦克风的优点跟缺点 那我们先从优点开始说起 那首先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麦克风看上去非常的简单 那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它没有任何的可以设置的东西,它只有一个这个开关按钮 就是你把它打开以后呢,基本上傻瓜式的操作 一端放在相机上面,一端放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把麦克风别在身上呢,你就可以直接开始收音了 那第二个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它使用了内置的电池 然后使用这个USB Type-C进行充电 那它的续航能力呢,我自己试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这个样子 对于这样子的简单拍摄来说呢,我觉得完全是足够了 如果你需要拍摄更长时间呢,你也可以把它连接这个充电宝进行USB的边拍边充 所以呢,续航来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不管它的接收器还发射器呢,都支持了边拍边充 所以理论上你可以无限的拍摄下去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它取代我之前的森海塞尔的更高端的这个G4成为我的主力的这个麦克风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内置电池 那内置电池就是一方面你只要我用完了以后直接把它往充电宝上一放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充电,你就不用把5号电拿出来充电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要坐飞机什么的,你的电池带在上面托运就很不方便 那使用这种内置电池呢,对于我来说方便太多太多了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体积要小了很多 比相对来说比G4那样更专业的麦克风呢,体积小很多 所以放在包里呢更加的方便 那最后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它音质了 那从我的这个视频录制里面我听这个G4跟这个XSWD录制的这个声音呢 我觉得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差别 好吧,因为他们使用的麦克风,他们自带的麦克风都是一样的 就是森海塞尔的这个M1-2 这个麦克风单卖的话就要卖到一千几百人民币了 所以就是它的售价如果是两千七百人民币的话 不算便宜,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合理 好,那这就是它的优点了 我觉得就是哪一类人群比较适合呢 就是差不多Vlog啊 或者是对视频拍摄要求比较简单的 只是拍摄一些就录制自己啊 或者拍摄一些采访啊 干扰不大的这些人呢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使用这个森海塞尔的XSWD 那接下来我说一下我在过去两个月 我碰到的一些让我觉得不是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我会觉得就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使用这个XSWD 那首先呢就是你对操作设置有一些要求的人 XSWD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无线麦克风了 所以上面没有任何的设置 那这个设置少到就连减20dB这个设置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的相机使用的是索尼啊富士啊 或者是松下这个类型的相机呢 他们的起始音频都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要没有用抗主线的话 你设置最低的音频 你的声音也会过曝 那好在我们中国版销售的这个XSWD呢 都有附带一根抗主线 主抗线 那这个主抗线装上去以后 你就不会有过曝的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吃过这个闷盔 就在一开始我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以为它不会过曝 然后因为我讲话声音都比较大 比较激动 所以我的有几个视频呢 就是声音出现了过曝 那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它的 它的简洁设计呢 非常的反人类了 因为它上面没有任何的屏幕 所以你其实不知道它的电量 你如果像我一样 你不愿意把它说明书随身带在身上的话 你其实不太知道它的电量还剩多少 那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 除了你硬读硬肯说明书以外呢 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 我每次拍完了以后我就把它充电 就往那充电宝上一扔 那每次续航四个小时 我不太可能会录四个小时 所以就是这一点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电量显示 你没有什么底 然后你有很大的苛求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麻烦 但是说明书上都有显示 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最后一个 我觉得是在我工作中碰到的一个问题呢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它是比较一个入门的产品 它使用的是比较简单的2.4G的这个无线 那这2.4G的好处就是说 你在各个国家在各个地方呢 都可以使用都没什么问题 不会受到限制 因为很多无线麦克风 其实在有些地方地区显示的这个频段 不一样的话 会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2.4G是都可以使用的 那它的坏处呢 就是如果你在一些信号干扰比较强的地方呢 你的信号会出现减弱的情况 那我在有一次工作当中 我碰到的问题就是 拍摄一个比较大型的婚礼 然后人很多 然后场地上面可能有些 有些WiFi的干扰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是什么 那也有可能是一些 就是那种大石头的那种老式建筑的那种柱子 挡住的信号 反正就有一次我在一个人比较多的一个一场婚礼上面 把这个麦克风放在新郎身上 然后我差不多离他有一个转弯 然后加上可能二十几米的这个距离 二三十米的距离 然后就有那么几秒钟没收到声音 然后我就吓一跳 不过后来他走过来的时候就好了 但只是那个几秒钟真的把我吓坏了 就是所以二点四级是有它的限制的 如果你是比较严肃的拍摄一些商业的东西 然后你知道你要去一些干扰比较强的 或者你你不太清楚你的拍摄环境会有碰到什么样的意外的情况的话呢 二点四级可能会是一个隐患 所以你这个你可能要需要一个更专业的像机四那样的麦克风 可以进行调节的或者是使用其他的评论评断的 好吧 那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XSWD最不适合的 就是如果你要拍摄一些非常严肃的 然后你你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的这些地方的这个收音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任何人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了解一下这个XSWD 好那这就是今天视频内容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 转发评论点赞 同时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 我的名字叫西几库俊 然后follow我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下次再见了 拜拜